今年的6月份 联合国将在巴西里热内卢举办 2012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这是继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之后 国际上最高层次以及最大规模的历史性盛会 这次会议将谈到两个要点 一个是刚才您所提到的绿色经济 另一方面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机制 联合国全球区业组织 我们将为企业搭建一个参与和发出声音的平台 那么许董事长您作为中国企业的一名代表 您希望表达什么样的意见呢 这次会议我觉得像您说的 事隔这么多年 全球在巴西来召开 我认为意义非常大 还有一个意义跳出会议本身就是 全球经济08年金融危机以后 到目前大家都很低沉 低沉当然美国金融危机 引起的全球的经济的放慢速度或者衰退 去年开始的欧洲的债权危机 当然也包括新兴发展国家 像中国 我们主动的转变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 调结构 转新发展 但无论如何呢 好像是相比过去的这个世界的十年 这现在进入这个第二个十年 大家都觉得没有那么阳光明媚 或者是觉得还是忧心忡忡 所以这次会议呢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主题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发展到今天 尤其这一轮 按照人们所说的是 金砖四国也好 五国也好 还有钻石十一国也好 带来一个启示 就是说 发展权是人权里头最主要的 中国的现在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当量的这么一个国家 可能是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没人能想到的 但是发展了以后 带来了一些共同的问题 首先资源 能源 还有环境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琢磨 有的时候可能是瞎琢磨 因为出去比较多 比如说发达国家美国 日本 他们人均 美人的人均 千人拥有的汽车辆 如果这个比例拿到中国来 有的时候我自己就回答 不可想象 你说他们已经拥有了 过上那种生活了 中国人为什么也不能 也为什么不能要求 也过上那个生活 那中国十三亿 十三亿人 如果都是用那个生活标准的话 我感觉到的话 这个汽车路在哪儿 油在哪儿 排放的二氧化碳等等这些问题 有时自己想一想下去 那么想想看的就是 的确这些问题 有时是想不出个答案来 那什么样是个度呢 我乔的的话 从中国我们自己要思考 因为大家都要 每个人都想生活好 都想过上好日子 这是人的本性 也是政府 社会组织 大家共同的这么一个宗旨 但是这么一个度的把握 所以这次在巴西开这个会 要求的话 全球的企业组织 或者说是全球的企业 政府 社会 或者非盈利组织 包括公民 大家在这些问题上 能不能广泛地来交流 大家都想发展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地球 怎么来很好地 把资源分配好 把地球的环境保护好 真正走向一个 地球可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是我们最最关心的 希望这个会能够交织 十年前二年开的有进步